HELLO,大家好,我是Hindy 有沒有聽過貓仔狗仔脫毛是一年兩次每次半年的 這個說法我發現可以完全套用在浮粉那裡 夏天的時候潮濕,滿熱的妝容易溶,容易浮 去到冬天不潮濕,但是乾燥 如果保濕做得不夠好,妝不夠貼的話,又是浮粉 我自然是一個挺冷的人,不喜歡外出補妝 袋子這麼小,放不到什麼化妝品,又要找地方,覺得很麻煩 寧願花點心思去研究一下怎樣令自己的妝容持久得好一點 沒那麼容易浮 適逢今年的夏天實在太極端了 要是十幾天曝光,三十幾、四十度 突然下大雨,很危險,很潮濕 對妝容絕對是一個大考驗 加上戴口罩,即是在裡面蒸燒買 搞不定了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心得小貼士 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們就一起討論吧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持妝度不夠好 一定是關於化妝品的事 一定是沒有化妝品的錯,令我又浮粉又用妝 未必的 很多時候化妝前我們都會護膚,會用防曬產品 跟之後的化妝是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在護膚品的選擇,防曬產品的選擇 其實都很影響我們之後的持久度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如果在滿熱的天氣 我不會用完全部都是最保濕 最支援的產品 就算我是乾肌,我是輕熟肌也好 我都會做一個平衡的 例如我會用Tona 我會用一個不錯的保濕精華 保濕度是中高的 之後會skip了Lotion 然後就塗一個有保濕度的防曬 這樣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或者去到天氣很乾燥的 皮膚狀態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用Tona或者精華水 再加一個比較清爽的保濕精華 再加一個cream或者Lotion 之後防曬又用回清爽 總之清爽和一個rich的質感 中間在做一個平衡 令到不會像焗雞蛋、煎蛋的感覺 你之後再上底妝就不會負擔那麼重 至於防曬的產品有什麼是保濕一點 有什麼是清爽一點 大家有興趣知道的話 我就開一集去說 去到8月大家還想不想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就拍了 總之特別是極端天氣底下 我們的護膚品、防曬產品和底妝 一定要互相配合打好底 如果不是上面的東西多持久也好 底液溶起上來什麼都救不到 選好了護膚品和防曬產品之後 就輪到底妝了 當然夏天不會用到秋冬比較滋潤型的粉底 會用一些主工持久、控油、抗汗的粉底 但是去到天氣很熱很熱的時候 他們都未必捱得住 所以今天我不是要推介哪一支粉底 反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上粉底的一些小心得和小小的方法 今天我要分享的這個小方法 或者是主要用粉底液或Cushion 你們都可以試一下 我覺得持妝度是大大提升的 需要的工具可以是美妝蛋或者粉撲 事先我已經弄濕了 和平時有什麼分別呢 你都是用這些去上妝 分別在於時間 如果平時不是那麼酷熱的天氣 持妝度不需要那麼好的話 很多時候我都是上底妝前才弄濕這個美妝蛋 但是如果我需要一個高的持久度 我會在化妝很久之前 可能是塗護身體之前 或者現在我在拍片前 我已經弄濕了這個美妝蛋 所以到現在它不是最濕的狀態 有一點半乾濕的程度 我會再加一個持妝噴霧 定妝噴霧 不是持妝噴霧 牌子沒有所謂的 用回你平時用開 覺得持妝度不錯的噴霧就可以了 那我就會這樣再噴濕它 如果我們剛剛才弄濕再去噴霧 其實它已經太濕了 再上粉底的時候就未必效果那麼好 但是現在是一個半乾濕的狀態 我再重新噴濕一點點 去回剛剛好的程度 它就完美了 然後才去推開一個粉底 記住不要用它們去推 我們是用手推開了 再用美妝蛋去拍開它 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現在噴濕手 你看到滴水的 水都是透明 不會說有粉底色 然後用紙巾印 它是一刀不剪的 它是沒有粉底掉出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明明是同一個組合 有時候化完妝噴定妝噴霧是沒事的 但是有時候它噴又會變成一塊一塊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化妝品也有生理期它們發脾氣 總之用這個方法 它的定妝效果又有 然後又不會出現一塊一塊一塊的情況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之好 亦不會因為我用了這個定妝噴霧 令到底妝會暗沉了 是沒有關係的 要暗沉就會暗沉的 總之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除了底妝之外 我想第二樣大家很怕它用的東西 就一定是眼妝了 因為用起來它們兩個都是這麼恐怖的程度 我自己不是油眼的 你以身分子 不是那麼容易用眼妝 不過我是會掉眼妝的 現在好像很鮮艷 然後越過四五個小時 是變回自己原本的膚色 我自己不是很介意的 但是如果我需要一個持久度 我都會有一點貼士 用一些工具 或者不同的眼影形態 例如手頭上的眼影筆 和眼影筆 真的千萬不要小看眼影筆的重要性 裡面還有沒有呢? 有有有 雖然推開不是摸上去 或者看上去有什麼 如果我沒有用到眼影筆的話 其實粉質是會比較鬆散的 就算我用到很漂亮的眼影筆也好 但是如果我用在一個有眼影筆上面 你會看到鮮色度 同一支掃同一個顏色 是不是相差很遠? 我覺得平時是沒所謂的 最多是自然一點點 但是去到很潮濕很滿熱的天氣 我都不博了 不去冒這個險 用一個眼影筆 令整件事安心很多 又或者如果你是油眼 去到這些天氣 可以試一下避免用粉狀的眼影 因為你想想油再混合粉再混合熱 情況就是炸天婦羅 在這個時候可以試一下用這一類型的眼影筆 我手上這一支是Make Up For Ever的 你會看到非常滑 又或者另外這一支是Laura Mercier 它是有珠光的 你看到粉紅色很漂亮 又是畫出來非常滑的 但是我們畫眼影不是要畫線條的 所以平時可能我會畫一個位置 再拍開它 它們是拍到的 你不怕畫很有界線感的 你看到它的顏色是可以混合到的 不需要擔心 但是不知道去到現在它結束好了嗎? 你看到嗎? 又或者像這個玫瑰色一樣 它拍開它也是很漂亮的 重點就是看持久度 我也是噴水 你會看到水上面沒有任何顏色 再加上一張紙巾 一印它是沒有任何眼影掉出來的 讓我印乾給大家看看 它仍然是這麼銳色的 它仍然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不會用到一塊一塊 還有這樣揉 看到嗎? 它們是完全不會受影響的 很厲害 眼影設定好就到眼線 它也是很重要的關卡 恆常推介大家U Set You這一款 真的說過很多次 說過很多年了 一直都是用它們的Dark Brown的 很好滑 你想要幼的線條也可以 你想要粗的也可以 不好意思 我看著螢幕力度未必控制得很好 但是它持久和快乾的程度 我現在試試看 真是推介了這麼多年 沒事 沒有穿沒有爛 燒了無數觀眾都很喜歡 唯獨這麼久以來有一個觀眾說它是會用的 另外有一個觀眾反應很容易開叉 它的筆頭有一個小小的秘訣 就是大家放這支眼線筆的時候 不要這樣放 筆頭不要這樣翻轉 記住是要向下的 那些墨水一直在濕潤的筆頭 或者你可以橫放 總之不要將筆頭向上插在這裡 但如果你連它都會溶 都會脫掉的話 你真的可以試試MAKE UP FOREVER的這兩款 其實我問過MAKE UP FOREVER 他說的方法是差不多 只不過大家未必經常用到這個形狀 不習慣的時候黑色就出了筆狀 但它們的防水度和持久度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又是...不好意思 畫的樣子差了一點 都是畫到一個很好的線條出來 如果是黑色的這一款 當然筆狀就更加容易畫 但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黑色的眼線 這個就少用一點 應該就乾了 又是擦都沒事的 這裡剛才未乾 我不小心畫一畫 但無論是這麼粗也好 咦 這裡還未乾了 你會看到 但一乾了的時候 它就真的不會脫掉了 我試試用Toner去擦剛才這裡的眼妝 有水的 有水的 一些Toner來的 有一點滋潤性的 完全... 眼影和眼線都沒事 如果是Yuzu這個呢 有一點點...有沒有一點點脫? 已經脫掉了 所以... 真的你是油眼的話 可以不妨試試這兩個牌子 或者是這一類型的產品 基本上一個妝容裡面 兩個大佬眼妝和底妝 我都是用以上的方法 增加一點持妝度的 最重要是眼妝不要融到一塊塊 整個紅貓眼 而且底妝不要看到它們 好像一個山泥傾瀉的樣子 已經非常之好 如果你們有興趣胭脂的持久度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妝容 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 可能就要有第二集的出現 來到最後就是關於頭髮 特別是今年夏天 真的很黏 很油 我連乾性的頭髮 都是搞不定的 所以我有用一些Dry Shampoo 令它保持清爽的 這一款呢 叫做...什麼名字呢? 不懂得讀 我給大家看好嗎? 有興趣的朋友就CAPTO 記下它了 這個呢 應該在EON那裡可以買到的 HKTV Mall都有的 有了 我先拍開它 等一會 它不會說很厲害 很工備 之後很辛苦 但是有味道 不是完全沒有味的 對 這一款呢 應該OK了 然後掃開它 這裡可以試一下 太近了 噴完之後 頭髮呢 是很清爽的 有一點點蓬鬆效果 不會說一噴完馬上 它也不會硬的 不是定型Spray 反而有一種粉霧粉霧的感覺 在上面 雖然它不是一個化妝品 對於妝容的持久度 不會有一個影響 或者不會增加了 但是我覺得 頭髮的造型和化妝的妝容 是緊扣著的 如果你的妝容很漂亮 但頭髮又油又黏的話 怎麼都會扣分 所以今天也跟大家介紹 在頭髮 在髮型造型方面 我用什麼去增加持久度 令它在夏天不會黏黏黏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這個夏天實在太恐怖了 但是 到現在 我還是堅持不帶化妝品出去補妝 所以 希望我這些小提示 對大家有用 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四日錄的就三天和四日錄的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